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是读凡文专业 那个时候凡文专业有两个主事业 一个是季贤林先生,一个是金克木先生 季先生是在Gradingham读的博士 他做的西方的教育 金克木先生是后来到了印度跟婆罗门读的凡文 金先生写过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特别有意思 就跟这Dazayan和Dazayan是有关系的 金先生注意到,在凡文里面 这个Verg to be,就是德文的Zang,有两个 一个叫As,一个叫Boo 我觉得这也有点道和德的意思 As的意思好比说,这是一张桌子 就用As 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他用Boo 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两个字的,按照您刚才讲的一个字 我也听得很开心 就您讲词的未接 词是有未接的 就这两个字都是Verg to be 那它未接都很高 但是在这里面 就好比是Zang跟Dazayan之间 还是有点区别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 您后来我是看到您在书里提了一句以后 我再回去追踪这个,但是没找到 对啊,很可惜 他们当时合作翻译的八章 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特别有趣 是《老子》第十五章提到 《书》能左以静之虚心 谁能够在一片浑浊之中静下来 让它慢慢地变得清爽 谁能够安以动之虚身 再安静不动了 又让它慢慢动起来产生活力 这个海德格尔先生的这个见解就在这里 什么意思呢 一般人谈老子或是谈道家 都偏向于静 儒家偏向动 他找到了,他看到了,他注意到他的动 海德格尔发现说你们搞错了 老子是兼顾动跟静的 没有一种哲学家可以只看静或是只看动 只看动的不容易静,只看静的他也能动 这个跟易经很有相关性 比如周易里面一个挂叫做正挂,震动 一个挂叫做更挂,一座山停止 在正挂里面他提到说你要震动 往前发展要小心打雷的时候如何如何 更挂里面提到我能够静停止 我也能动 所以这就是说我能够静下来我也能动 老子这句话就这意思 要不然你看老子 我自己以前念过老子也没注意到这一章 一直到这个萧世仪先生说 海德格尔先生请他写一副这个脸 他用这一句我才觉得说哇太好了 那就等于说海德格尔做工作已经起码做到第15章 最至少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他看到了一个就是 机会的机 就看到了一个机 转换之机 我觉得所以我想今天就是 来讲老子道德经的时候 我就特别特别感受 因为读您讲的这个 因为您出了好几本 您也有整个文本的翻译讲解 包括您的一个根据您的课程改编的这个本子 其实我现在开始明白 为什么这部书在今天不仅有再多的必要 而且在今天读道德经的时候越来越多 我觉得您把这里面的道理给说透 所以到现在很多我们过去很多人对老子都有误解 比如就刚才您讲的愚民 比如刚才就就讲静嘛 不讲动嘛 就讲无为啊 就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用诠释学的方法和您对存在的虚无主义这个关注 那么读老子可以读出好多新的心得呢 你前面也提到说老子这本书的作者问题 是是是 事实上司马迁都没有搞定这个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提到老子的时候 就说他应该是周朝的首帐是自使 但是后面有提两个人说 这两个人也有可能 对吧司马迁也还没有把握 事实上我个人浅见 如果说像老子这本书 你刚刚前面说的 没有人民没有地名 没有任何具体的历史的事件 完全是一个结论 那我想法是 可能有两三个老人家 有一辈子的丰富的生活经验 这个知识水平 他们退休之后呢 在一起聊聊天 谈一些人生的根本的问题 到最后呢再把它整理出来 这个题特别重要 我也发现您在书里面把它标记出来了 您就是认为老子完全有可能是一个集体创作 其实我想这个也符合古代大经大跌的一般规律 论语也不是孔子一个人的东西 它也是一个学派的汇辩 所以如果大家注意到您这个说法 我觉得过去引发学术界剧烈争议的老子找还是孔子找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没有必要去在意老子和孔子到底哪个人找哪个人玩 当年钱孟先生和胡氏先生就因为这个是有不同意见而发生一个争论 我这样想法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老子道路经里面有16个字重复的 12个字重复的 8个字重复的 4个字重复的 我现在请问 如果是同一个作者所写的话 他没有必要重复 他大可以把这些稍微整合一下 变成一本比较看起来有一点 这个是逻辑关联的书 所以这个比较可能是就几个老人家的集体的智慧 有些人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但是问题是 这种说法必不妨碍 你把老子这本书当作一个智慧老人的心得 然后呢你念的时候就想说 他为什么里面没有任何具体的现实人生的各种线索呢 就因为他是长期的一种心得 然后呢经过整理之后呢写下来的 然后前后的编章 不管是竹简本也好 佛若本也好 黄碧本也好 都没有什么逻辑的顺序 很多人喜欢说前面叫做道经 后面叫做德经 后面又说这两个顺序要倒过来 然后呢道经里面这个是顺序如何如何 这些争论其实都比不上 你认真去研究其中一章 把它彻底了解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要了解老子彻底一章 就要了解老子全部 你不可能说我只了解这一章 它每一章都有关联的 像道跟德到处都有 但是你一定要分上面叫道经 一到三十七章 三十八到八十一是德经 这样分法也不见得有这么道理 为什么 我们讲到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那些 在第四十二章啊 难道在德经里面吗 那你说前面讲德 老子第二章就提到德了 是不是 什么社会玄德这些 所以这种区分呢 是属于在编章上 就是版本上的一些区分 意义不大 比较重要的还是什么 要了解老子的道 是万物的来源跟归宿 老子的德是万物从道所 获得了各自的本性 但是呢 宇宙万物都没有问题 你假想一下 如果没有人类 宇宙会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生态平衡 自然的规律 不断地在循环运转 它有什么彗星撞地球 反正人不在 反正过去了 过去了 有多没有呢 人一出现之后呢 问题大了 所有的问题 都是人类造成的问题 那问题从何而来 老子就会说 因为人的德是认知能力 所有的问题 就在这个焦点上 你把认知能力搞定 搞正确的 它发展应该是从区分 到避难到起民 这个方向搞定的话 人的世界没有问题 所以老子最大胆的地方是 虚拟一个圣人 你很难想象吧 中国古代的经典里面 圣人两个字 听到以为是儒家 其实不对啊 听到以为是儒家 那是一般的想法 古代的经典里面 一本书里面 圣人出现的频率最高的是 老子道德经 但是圣人定义不一样 都是圣人定义不一样 孔子的圣人是圣王 所以圣人在孔子书里面 在论语里面 只出现四次 孔子没有见过圣人 他能见到君子就不错了 为什么 孔子见的圣人是古代的圣王 老子书里面 圣人出现多少次 出现了二十四次 有三十几章都提到圣人 然后呢 他的圣人是悟道的统治者 就这句话 我记得老子的圣人是悟道的统治者 他是统治者 这个事业上任何地方 从来就不缺统治者 但没有悟道的 所以老子的圣人特色是在悟道 所以他才会说什么 像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主狗 接着就是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主狗 他就是统治的身份 才有可能针对整个百姓来说话 他是悟道的 所以生而不友 为而不是 长而不宅 世为玄德 就出现了两次 所以老子的特色在这里 非常有他的创意跟创建